教育的內容 希望能夠跟層上的差距 不要有愈加嚴重的距離 所以我們不斷的 希望通過現有的預算 能夠共置雲丹的電子書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來借閱 同時讓進入花蓮的每一位好朋友 跟花蓮的鄉親也能夠 同樣的可以在網路上 能夠閱讀到非常豐富的電子銘的內容 240片的平板電腦 還有一台電車 還有互動的教學平台 我想這是一個開始 今天是2014世紀飛天龍 我們龍舟競賽嘉年華 在今天舉行記者會 以及祈福儀式 以及畫龍點金 今年很高興 今年我們的大龍舟有10隊 小龍舟有14隊 是男生的部分 女生的部分 小龍舟有8隊 在我們國中男子組的部分有4隊 男女混合的部分也有4隊 所以今年總共有40隊來參加 我想今天我們非常非常的高興 能夠為在端午佳節前夕 能夠為我們民族傳統的習俗 我們一起來華龍舟 我們一起來包端午眾 能夠讓大家過節 能夠過得非常的愉快 而且我們固有的文化傳承 能夠讓華龍舟這樣一個非常健康 而且必須要團體行動 必須非常有默契 團體整個大家的團結 追隨蔡英皇蔡部縣長 代表布坤齊部縣長 結成的歡迎大家參加今天 建走的一個活動 建走的活動 它是一個健康休閒環保祥和的結合體 也就是培養正當的休閒 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 公布文化以及精神的生活 相信對於整個親子之間的關係 社會的安定 社會的和諧 以及社區文化的提升 絕對有正面性的功能 我要藉這個機會特別的感謝大家 長期對於花蓮縣政府的支持 盼望大家在未來的歲月裡面 繼續給花蓮縣政府愛護鞭策教導 讓花蓮縣政府在地方上更具有存在的價值 讓花蓮縣政府在地方上更能夠創造出它的被需要性 去年30對暴力 今年40對參加 我們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競爭 更加的精彩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把我們的熱情揮灑 在我們端午加節 而且今天天空作美 我沒有那個炎熱的大太陽 還給我們一個比較涼爽的天氣 說不定待會下一點雨會更好 那大家 不用了 滿身大汗 我想今天 我要再次為我們所有參賽的各位好朋友 跟你們選手來加油打氣 我們龍舟競賽 並不是你的同無有力 而是大家攜手同心 是整體的默契 花蓮的多元文化提升了觀光產業的發展 而縣長福昆奇不僅積極的推廣各項文化扎根 也透過建設的提升帶動了觀光的推動 其中鳳林中華市場的啟動 以及新城鄉仁木橋的通車都備受關注 花蓮的多元文化提升了觀光產業的發展 縣長福昆奇不僅積極的推廣各項文化扎根 也透過建設的提升帶動觀光的推動 其中全國唯一客家特色的鳳林鎮中華市場啟用 以及新城鄉仁木橋的通車都備受關注 總統我們客家的客家中由董都 我們客家的鐵石的文化 我們就能提升 希望我們的主委 帶你們的支持 司差 像我們法蓮園 東天宿 我們客家的客家鄉親 要請你們的支持 大方 我們客家的鐵石 請你們的支持 我們客家的鐵石 請你們的發揮出來 再次感謝 感謝我們的孟主委 跟所有的合理人的贈館 法蓮園政府全力的支持 我們的合理人 拜託 我們的法蓮園 本來我們的孟主委 來欠勝 來自嘉義縣的嘉義行戰團 能夠送愛到花蓮 到新城 我們深刻的表達感謝 包括人木橋跟人本橋 總共將近七千萬的經費 來興建 包括我們台泥雅 泥幸福水泥 都能夠捐贈水泥來支持 我們地方 讓鄉親有一條 能夠走 而且更順暢的 這樣的一座橋 能夠讓地方鄉親 能夠提高行的服務 我們深表感謝 我想這個友愛最美 可以從嘉義到花蓮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而且我們吳州 也贊助了25萬人民幣 75萬台幣 我們真的要表達 非常高的一個謝意 還有我想我們地方 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也大家參與了這次的捐款 我們要再次深刻的 來表達感恩 那在這裡呢 我想我們前鄉長 他的努力 大家都看到 重點是 由地方的鄉鎮首長 能夠對外聯絡台灣的慈善資源 能夠挹注在我們的偏鄉 另外北兵國小烏克利利出國演出 縣長也捐贈了10萬元經費 協助孩子圓夢 現在基金會贊助我們的資源也就這麼多 但是呢 北兵國小藥用 我們初期 從外面基金會要了30萬 因為所有教育部的補助要的裡面 我們的孩子出去訪任 是不能補助的 這是政府和國家規定的 不是我們規定 所以我們到民間去討資源 我相信施工所 施工所的費用有沒有辦法支出 都是一樣的 這是政府規定 監察運用來查核的 所以 我想今天我們教育處 先到外面要了30萬的資源 聽說現在還差30幾萬 你知道 那這樣子 我今天 個人贊助10萬塊 包括唐卡藝術家林跟進 拜會縣府 武動部落 武道比賽 北兵淨灘活動 花蓮市多元族群美食博覽會 五股宮文化藝術節 圓民文化傳承關懷活動 以及花蓮西瓜行銷活動等 都看見縣長親力親為的身影 也讓鄉親們感受到縣長對於文化傳承的重視 每一個年齡層 非常非常紀律圓民 板戰的小孩在部落長大 清清楚楚 要敬老尊賢 這就是我們哈人社會 要特別特別 要像我們原住民鄉親一樣 在部落裡面長幼有序 我們希望 這樣一個很好的部落文化傳統 要代代傳承 我們華蓮的原住民鄉親 在這裡表揚 我們敬愛的母親 模範母親 所以昆琦一定要趕過來 向所有圖羅偉大的母親 來跟大家請安之一問好 今天呢 是我們春季的淨灘活動 來到非常漂亮的我們北冰海灘 來跟各位好朋友一起啊 來愛惜環境 來珍愛我們的花蓮 一起啊 把我們周遭這麼美好的環境 能夠把它打理打理 能夠更加的整潔 更加的環保 再次謝謝各位 今天啊 一起愛花蓮 一起啊 我們身體力行啊 來同行我們的鄉土 武家節的前夕 我們很高興 施工所能夠舉辦啊 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來自各個地方 各個不同文化 我們各個族群的美食 能夠啊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想今天看到我們十八省 跟我們部落頭目坐在一起 我就可以感覺到 還有我們走工會 我們傳篩啊 我們陳理事長啊 跟田志軒 田市長兩個都很喜歡戴高帽子 很開心啊 這個相信啊 今天的美食啊 一定會帶給大家一個不同的一個體驗 我想花蓮就是一個族群融合的一個地方 我們希望呢 讓十八省同鄉的美食 跟我們在地部落的文化 還有啊 台灣道地的這些小吃啊 能夠今天呈現給大家 初期四年前做田舊的時候 我們繁榨一百二十個尼亞羅 一百二十個部落 到現在 到現在 已經多到一百二十六個部落 每一個部落 我們都啊 一定要給他辦公年紀 讓年輕的趕快趕快 能夠回到部落來 讓我們一起來祭祖民 把我們的文化能夠篡成 我們的經費很拮据 但是對於部落的支持 我們不但沒有金髒還在增加 像啊 今天飲月西瓜 是在台灣首區一直 應該說台灣真正的一品西瓜 都在花蓮 記得啊 我們第一次啊 把花蓮的西瓜 送到啊 台灣各地啊 給這些包括媒體 包括主要的企業 給他們去品嘗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花蓮的西瓜是有打過針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甜 而且呢 水又多 然後呢 顆粒又非常的明顯 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啊 這個不只是 這個夏季啊 最合這個季節的水果 應該說啊 是最優質的禮品 所以呢 我想我們今天一起啊 來為花蓮的西瓜 來打氣來加油 我想在不多時以後啊 花蓮的西瓜 應該都是用宅配道理的方式 而不是在市場來販售 我想啊 我們這幾年 全力的推展 花蓮最優質的 這些農特產品 讓我們長年 保護我們的環境 讓有機無毒 最適合 我們這樣的 最高品質的 我們的農作 能夠在花蓮啊 順利的成長 以上是103年5月份的 今日花蓮縣政報道 感謝您的關心